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那明天的天氣是如何呢 我們要來請教氣象主播Rui Rui 請說 那好 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不管晴天與天 原是氣象在你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我是Rui 大致上今天的天氣 都跟昨天是差不多的 今天白天上半天 不少地方不僅有陽光露臉 還稍嫌有一點悶熱呢 今天的最高溫 就出現在我們東海岸 Amis-Banzad最多的台東長濱 高溫就來到了37.9度 雖然說中午之前的氣溫 熱得讓人有一點難受 不過好在在中午之後 因為對流發展很旺盛的關係 就下起了雷雨 光是在下午2點 一直到5點的這段時間 石門水庫的累積雨量 就有達到128毫米 新北的三峽也有117毫米 南投機機也有100毫米的累積雨量 不過這樣的狀況 到了明天就會有一點轉變 我們首先從溫馨域 來告訴大家 首先從雲圖上可以看到 日本外海這一片 雲量相對稀少的地方 就是太平洋高壓所在的位置 另外大陸這邊 則是被大陸的高壓給籠罩 當能暖空氣交匯 就在日本這邊 形成了一道封面雲氣 不過昨天 因為這個太平洋高壓 減弱的速度比我們預期中的快 就讓這一道北方的封面 往南方壓 靠近了台灣的北部 今天北台灣觀眾朋友 一定特別有感 從早上出門 就會看到天空布滿了厚厚的雲層 在中午之後 這個午後熱隊的狀況 也就更加明顯了 不過時間到了現在 台灣附近的雲層 還有水氣都已經逐漸的消散掉了 雖然預計明天在中午之後 還是會有下雨的狀況發生 不過這個降雨狀況 會比這兩天轟炸式的下法 還要稍微的減緩一點點 但也要再次提醒 我們山區的部落族人 目前山區土地的含水量 還是相當的高 就容易有攤坊落石 還有土石流的狀況發生了 而關心完天氣上的變化 至於溫度上的呈現 我們再從下一張圖卡來看 這一週在開始的時候 高溫都還有達到35度 不過從昨天開始 這個北方的封面 因為昨天因為北方的封面接近 就讓我們台灣上空的雲量變得很多 天氣就轉為不穩定 尤其是北部就更加明顯了 高溫略降了一兩度 這兩天感受上是相當的涼爽舒適 而到了台東這邊就不一樣了 目前我們的環境風場 還是吹著西南風 當西南風過了中央山脈 到台東就差存增溫 使得台東長邊今天就出現了 37-9度的高溫 明天牽動我們天氣的 太平洋高壓勢力 強度上會再略微的增強一點點 天氣上就會轉為夏天 明顯的悶熱有午後雷震雨的天氣形態了 所以溫度上 明天白天感受的還是偏悶熱的 尤其是花蓮台東 高溫甚至可能達到36度 而在中午之後 有下雨的地方 溫度感受上當然會比較涼爽 尤其山區的觀眾朋友 就要適時的添加衣物了 而至於部落裡頭 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溫略整理的山海氣象 首先來到屏東的獅子牡丹滿洲 高溫來到31度有3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太武來一春日 高溫來到32度有6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三地門烏台馬加 高溫來到32度有8成的降雨機會 高雄的元香 高溫來到30度要注意午後雷震雨 嘉義的阿里山氣溫在12到28度之間 南投的人愛與池水裡及信義 高溫來到28度有5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台中和平氣溫在15到29度之間 苗栗的元香高溫來到30度有4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新竹的關西間15峰高溫來到30度 同樣要注意午後雷震雨 新北烏來桃園復興高溫來到30度有7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宜蘭的大同南澳高溫來到31度有3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花蓮的新城花蓮市吉安高溫來到31度有3成的降雨機會 秀林及萬榮高溫來到31度有8成的降雨機會 收風風冰高溫來到33度同樣要注意午後雷震雨 風林光復及瑞穗高溫來到32度光復地區是多雲的天氣形態 桌西玉里及副里高溫來到33度有5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台東海岸線的地區高溫來到35度有3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池上觀山海端及岩平高溫來到31度有4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陸有台東市及北南高溫來到32度有3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泰瑪里大午金峰及達人高溫來到31度是多雲的天氣形態 南嶼地區氣溫在24到31度之間 最後來到外島的連江金門及澎湖高溫來到31度有3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明天開始一直到週末假日 天氣就會恢復成穩定的天氣形態 但是提醒計畫要外出旅遊的觀眾朋友 中午之後熱鬥流發展相當旺盛 因此雨具就要隨身攜帶了 山區就更要注意午後雷震雨的發生 但是在溫度上我們並沒有明顯的變化 畢竟未來幾天各地都還是高溫悶熱的天氣形態 外出活動大家就一定要適時的補充水分 避免中暑 這就是明天的天氣預報 這次我們再把時間交還給UMAs